大家好,经常听到有人抱怨,种下去的菜和花被小动物吃掉了 其实你在店里可以买到这些防小动物的喷剂 这些喷剂其实我没有用过,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它一直有在卖,应该是还可以的 可是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次在介绍肥料的视频里,有一种肥料叫做Blood Mill 这个是由动物的血制成的天然有机肥料,气味非常大,一般的小动物很害怕就不会再来了 我们可以用它来施肥 我买的是Blood and Bound Mill,这个蛋肥和磷肥都有一定的含量 因为我后院小动物不是特别多,这个气味稍微的小一点 我觉得这样子就足够用的了,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底头这个应该是真烘烘干制成的,具体工艺我不太清楚 但是一打开以后那种味真的是非常的大 上面的说明说的是连露都可以预防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用 我们就在这个植物的周围挖一道浅浅的沟 非常浅,一公分半到两公分 把它弄平整了 这个一定不要挖深了,挖深了味道出不来了 然后把这个肥很均匀的撒在我们刚才挖的那个小沟里头 不用上的太多,你可以看到它的蛋肥和磷肥的含量都在袋子上 用手把它弄平整一些,不要上的太多 哪里太多就把它稍微的扒了一下 然后用土薄薄的把它盖上 盖上以后干什么呀,通常我们是不是说要浇水啊 不行,一浇水这个气味就没有了 所以你在这个放肥的时候要看好,两到三天之内不会下雨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上在表面上 不一定要挖沟啊,就在地里的表面上就行 我不太愿意放在表面上是因为夜里头经常有露水 这样一潮湿它的气味会减轻很多 同样的,你种花,种郁金香都可以用这个 一般的小动物就都不敢来了 它的缺点就是一浇水或者一下雨 气味就减轻很多,你就需要另外再施一次肥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店里头去买这些预防动物的喷剂 喷在周围,我想效果应该也是可以的 自从我家用了这个Brodden的Bond Mill以后 活跃在后院的几只小兔子就不再来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